綠燈一輛 白色休旅車 從內側車道執行 卻突然方向盤一轉往右邊偏 直接撞上機車騎士 騎士翻滾一圈撞上昆格島 牙齒斷裂 四肢也多數擦傷 但車禍怎麼發生的 民眾直指就是耗之惹的禍 鋼骨的鎚鎚 這條第十七山車也這麼多 路上看不到 不知道要怎麼玩 這裡是彰化鹿港新設的媽祖路 林海路交叉路口 大車小車來來往往 路口機車道和汽車快車道 都開放執行和右轉 導致大車小車爭道意外頻傳 去路上沒到 這條 當時在拆這條路 只會嚇一支路上去 所以這是很危險性的 經過這個路口的騎士都坦承 新路開通之後 每次經過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快慢車道耗質相同 導致要轉彎的汽車 常常會擦撞道執行機車騎士 警方就說了 白色休旅車的駕駛想要右轉 卻沒有提早移到外側車道 這樣硬切會依法開罰 600到1800元 但當地居民說 這已經變成危險路口了 希望相關單位 能趕緊增設耗質 把汽機車分流 避免事故再發生 這是孟輝 中華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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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